這當時有個西律王 他是宜東人的後代 西律王他就找到這一點 所以他就向凱撒代表他的中心 凱撒就找到波 整個巴勒斯坦、敘利亞這一塊 他只要照時間交稅 他們的稅就是人頭稅 看你多少人交到稅 羅馬就沒有收入就沒事了 內政幾乎是自主這樣 西律王死了以後 他下面有幾個孩子 他就分成四個 所以叫做昏蜂的王 你聽過這句話嗎 就變成四個王 那幾個叫賈基隆 就管那個 耶穌出生的地方 所以聽說他比他爸爸的胸 所以約瑟就不敢回去那個福利 後來就還是跑到加利利區 這個歷史背景就是這樣 那 比拉多年就是因為 所以他那個四個昏通的王 其中有一個是坐著開爛的 在亞基隆 後來就是老百姓一直去替告 一直去告狀 所以他就被羅馬王帝把他廢了 廢了以後他就派一個羅馬官派的那個神長 那個就是比拉多 所以比拉多在當地也不受歡迎 因為不是當地的人 可是沒有辦法 所以他很怕得罪猶太人 如果得罪猶太人 他沒有給他密告 他的菩薩號就不好 那他就必須要增長 因為有一個好像是被誤告的罪人 放在他手裡 他怎麼處理 那他有一個老婆很會做夢 就在夢中受了很多苦 就跑來跟他警告 我比拉多 這個人是好人 你要小心處理 你處理不好的話 我做夢的時候好苦 所以比拉多 一邊是他老婆的那個 他的靈性的一些經驗給他的警告 一邊是老百姓說 聽他十字架 那兩邊不是人 所以他做一個很奇怪的決定 就是洗手 就說 是你們用沙發的喔 我是民主嘛 民主就是多數的人就對嘛 現在你們多數 那跟我無關 或者是執行你們的意思而已 就洗手 就說後來你他都死掉以後 到地獄裡面一直在洗手 他變成那個obsessed compassion 就是 他洗了手 他的手一直伸到那個水裡面 後面都是血 然後手一直拿起來 還是血 就是 耶穌的血 他沒有換東西乾淨 站在他手上 那這個人呢 他 他命名 我們叫做什麼 民主嘛 就是大家喊那麼大聲啊 我們在電視有那個名嘴啊 然後法官都很怕 你有沒有反應民意 比阿斯坦這樣 他考慮的是那個烏煞嗎 所以他用一個方法想要解套 找一個 大家都討厭的 用特色的方法 想要幫自己解套 就是說 找一個最壞的 那跟耶穌也沒有什麼太壞嘛 那只是討厭 人家討厭他 把人家編個嘛 就是 人家做事很好好的 他把人家翻桌子啊 得罪一些 得罪一些既得利益嘛 那 可是有一個是 搶到殺人犯 就把他拿出來 然後說 欸 我們今天國慶 我們就來個特色 那我只能射一個 那兩個人 他以為 找一個最壞的一筆 耶穌總會 逃過一死 那他就複製他老婆 那也被逃出霧殺 那也知道下面的女心 濕了鐵透痕的心 就算把一個最壞的拿來對比 他 他們還是要巴拉巴 用那個 像什麼 比拉多套不掉 結果就把他交給羅馬丁 因為他是被派的官 他沒有處 處 處 屬行的權利 必須要 要給羅馬丁 去執行這個事情 那在這個之前 比拉多做一件事情 他暫時還修 庭訓暫停 他就把比拉多 落到內 內室裡面去 他想要了解 你到底做什麼事 走去他們 到底 我看你的報告裡面 沒有什麼明顯的不好 為什麼那麼多人到你死 所以這個是那一張圖 表示比拉多偉軍 從法院先退 暫退休息 然後他要跟耶穌有些對話 然後我們在那個圖案裡面 就問了一個 後現代的問題 那個問題就是 He esteem Alesi Alesi就是真理 He what esteem is 觀眾朋友就是 What is truth 真理是什麼 真理是什麼 這個正是後現代的問題 因為真理是絕對的 是後現代質疑的問題 所以我看到這一句 我就覺得比拉多很厲害 他是前現代的人 可是是第一個問出 後現代的人要問的問題 所以我說 Premodern Pilate 請問了一個 前現代的 問了一個 後現代的問題 真理是什麼 他問的是 What 耶穌的回答是 我就是真理 耶穌的回答是 我就是真理 耶穌的回答是Who I am 的錯誤 所以真理 是一個人 不是一個命題 不是一個事件 只是耶穌一個很大膽的描述 如果你是基督徒 你願意相信 耶穌是神 只有神是絕對的 真理是絕對的 所以只有耶穌 他有權力說他是真理 所有其他的人 沒有能力講這句話 所以牧師所講的 絕對不是真理 是他對真理的了解跟詮釋 因為牧師不是神 所以很多教會出現的問題 就是把牧師講聖經的話 就解釋成 牧師所講的是真理 只有耶穌講的是真理 牧師講的是他對真理的了解 跟詮釋 這個有很重要的步道 免許我再用一個鏡子的比喻 來了解這個三個時代 我們說前現代是哲學跟神學的時代 那現代是理性跟科學的時代 後現代是詮釋跟體驗學的時代 那前現代我們用望眼鏡來象徵吧 那這個望眼鏡呢就是 你通過望眼鏡可以看到宇宙 比如說我把它稱作宇宙觀 Cosmoview 有的稱作Worldview 你怎麼看這個世界 那個就是你的前世 你的基本的哲學 你的世界哲學 那麼這個望眼鏡所看到的世界 我把它稱作是前現代的宇宙觀 它是Telescope 一個人在望眼鏡裡面看到的宇宙是浩海的宇宙 所以在浩海的宇宙的沉托下面 你會覺得自己很渺小 說在那麼大的宇宙上我算什麼 宇宙的永遠跟我的暫時的存在 宇宙時間空間的無限 跟我這個人有限的時空 所以人在宇宙的面前會產生一種敬畏 歐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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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個只要是達自然的現象 我說的望眼鏡 你看到一個很偉大的東西 我們就產生一種要敗它 這個那麼大一定很偉大 這個是前現代 所以前現代的神學常常是這樣 看見那麼浩海的宇宙 就我們產生一種敬畏的態度 所以我說Povo worship 敬畏敬拜 好 我用詩篇八篇三節四節 來代表前現代的一種宇宙觀 對他們來講這個宇宙 代表的是創造宇宙的神一定很偉大 因為宇宙那麼大 有辦法創造那麼大的宇宙 它應該是更大 就是這個觀念 所以說我觀看 你看 他用這個望眼鏡 天文望眼鏡 看 你指頭所造的天 你所成色的月亮星宿 幽亡我們的主啊 你的名在全地何其名 有人就是 這個剛剛講 就是 他在教會的姊妹當中 看到很多很好的姊妹 他想到結婚 可是不曉得神是 讓她跟她跟她結婚 她就打發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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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 然後 就用聖經來尋找神的事 所以就一邊兼閉著 手臂打開 一指 結果神說 你的太太叫柯基明 哈哈哈哈 剛好那個教會的姊妹叫柯基明 哈哈哈哈 他在建築 哎呀 神你看他的旨意宣言在 他的畫裡面 現代就 放了一個鏡子 他不用Telescope 他用Microscope 所以Telescope 是謊言看整個宇宙 Microscope是縮小看最小的宇宙 那兩個對嗎 一個看最大一個看最小 所以一個是整合的看整個世界 一個是要分析這個世界最小的成分 所以理性跟科學他強調的 他用的方法是analytical 是分析的 他把很大的東西你不會了解 把它切小一點 還不夠再切小一點 研究最小的 研究原子 研究電子 研究磁磁 研究考課 用這樣我們來了解整個宇宙 那只要我能夠小到我可以掌控 我可以把握 那我就抓住整個宇宙 所以這個時候的人的態度 不是對宇宙的敬畏 宇宙是可以拿來切的 是可以拿來分析 可以拿來研究的 所以我比宇宙偉大 我可以掌控這個宇宙 這個他們的不同是他們的鏡子不同 他們用望遠鏡改成顯微鏡 所以這個是Modern mentality 它的宇宙觀是Nicroscope Nicroscope看到的世界是另外一個世界 是極小的世界 這是我們的血液 這是我們的血液 用電子神的鏡 可以看到這樣的一個情形 那人類 當把它用到最小的時候 人類在這個宇宙就產生 我可以了解 我可以分析 我可以預測 我可以控制 這是現在的一個心態 就是 上帝給我們智慧聰明 上帝給我們這些儀器 就是要讓我們去掌控 讓我們去管理這個世界 也可以從創世紀第一章講到說 耶和華 祝他們 讓他們管理這個世界 所以我們應該有能力 We are the master of the world 我們是世界的主宰 那一句話 正是彼拉多 像耶穌講的話 彼拉多問耶穌說 真理是什麼 耶穌說我就是真理 然後彼拉多說 你不要說風涼話 我問你真理是什麼 我不是問你真理是誰 你難道不知道 你不會有辦法把你換死 也有辦法幫你去 你怎麼知道 所以彼拉多馬上顯出 他現代的自信 所以 前現代是over worship 到了現在就變成CC commit and control 現代人自信心很高 他認為 這個宇宙只要給我足夠的時間 跟足夠的儀器 我可以了解 我可以分析 我可以預測 我可以控制 我可以操控 所以 彼拉多講的這句話 他為的是一個 後現代的問題 可是他對自己的態度 是一個現代的態度 他說 你豈不知我有權柄釋放你 也有權柄把你硬死之家嗎 他 這次魯貴老師說 若不是我的護須可 你一點權柄也沒有 其實彼拉多很可憐 他還不敢用他的權柄 他只是在想辦法保護他的護殺嗎 一點都沒有辦法執行一個 所謂審判官或檢察官 擔有的公義的標準 他是以大聲的牙 不要得罪這些人 不然凱撒會來找我麻煩 上一個謊就這樣被廢掉 所以他考慮的是自身的仕途 自己的前途 他是相當狹窄 可是他自誇 他以為 耶穌你的命在我的手上 你不知道嗎 我是法官 我是法官 我可以判你死刑 也可以判你 就是不罪 是嗎 這是現代的人 是這樣的一個態度 後現代 他既不看望遠鏡 也不看閒迴鏡 他看萬花鏡 你看過小朋友看萬花鏡嗎 我們叫Kareidosko 所謂Kareidosko 然後就是在那個鏡子裡面 有了幾個 有的是三個 有的是六個 玻璃鏡片 然後在裡面 丟了一些 各種顏色的碎碎的片 然後你就轉 就會發現 同一個 同一個這個鏡子 大家看到的是不一樣 雖然它是同一個鏡子 這樣講對嗎 沒有小朋友 發給一個萬花鏡 轉起來都不一樣 而且你這個時候這樣 再轉一下 都不一樣 對不對 所以 手表的人就是說 其實 你在看這個世界 看你從哪一個角度 你轉到哪裡 你怎麼看 顏色也不一樣 圖形也不一樣 但是它是同一個萬花鏡 大家看過不一樣 這個就是後現代的一個Mentality 不是一個很偉大的 我們在那邊很渺小 不是一個很微小的 我可以掌控它的 而是一個是各說各話 各看各的 雖然是同一個 居然有那麼多不同的看 這是後現代的基本的宇宙觀 這個就是 用一個GIA的圖 來表現這個 萬花鏡看起來 它不斷的在改變 不斷的在動 你不能說 這一個是對 那一個是不對 因為大家都是 只是從一個角度 在看同一個東西而已 所以 真的這樣的人 他就不會 把宇宙絕對化 也不會把自己絕對化 他認為人 只能夠 在真理的面前 謙卑 然後承認 彼此的看法 只是相對 我把它稱作 Humble Relativism 這個是用 鏡子 這樣的一個 一個角度 來分比 前現代 現代 跟後現代的哲學 聖經有根據嗎 有 各位說前書 十三章十二節 我們一起來念來 我們如今 彷彿對著鏡子 彷彿 彿 彿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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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彿彿彿 彿彿彿 這是誰講的 保羅教 而保羅說 我們現在在看 就是好像對著鏡子 記得 那個鏡子不是 今天的鏡子 那個鏡子 是銅做的 你知道嗎 不代還沒有玻璃 你看過銅鏡嗎 是不清楚的 是你領悅的看到一個影子 但是不像今天玻璃 他太清楚的 可以看到你的影像 模糊不清 所以你只能说 这个人的左边的脸 可能有一个黑半 但是不一定 那是静止抱一个 刚才都没有黑半 所以这个叫做猜谜 你猜过谜吗 你可以有答案 可是你不知道答案是不是谜 你知道吗 你在猜吗 所以真理是存在 可是人类没有办法 去反正掌握真理 人只能猜说 我猜应该是这样 我猜应该是那样 这个叫做相对的前辈 好 如果我们接受这样的一个 看法上一个角度 我们就可以来讨论 耶稣基督 当时有没有留下 留下后世代宣道的榜样 有吗 有 而且留下相当多的榜样 主要是在 序家锦旁的那个女生 这个女生没有名字 我刚才不晓得她是什么名字 她是住在序家城的一个女生 这个女生呢 她的婚姻的遭遇相当坎坷 她一生的婚姻不是太顺利 由于这样子 所以她在那个城市 是被指指点点的 甚至有人 怀疑她道德有问题 到今天 还听过我牧师说 这个是淫妇 不争不忠 不争不忠 可是我不敢再来讲 这个只是一个 曾经结构一次婚 到现在她的老公 不敢跟她办结婚给你的一个 婚姻生我相当不幸的一个女生 然后由于她的处境 她只好中午来打鼠 这是很笨的 因为中午很热 又中暑 一般的女人 不会中午才打鼠 打死人不会 她一定是清晨或是完婚 对吗 我们在冬时要买餐 一定是清晨或完婚 没有人中午去买餐 也没有人中午去买餐 因为太热 这个人你就知道 她的处境 是相当的艰难 耶稣 在那个城那么多人当中 她居然挑中午 去跟这个人对话 而且对话 约翰文台记得蛮详细的 容许我借着约翰文第四章 耶稣跟这个女人在讲她的对话 跟这个女人后来的改变 后来耶稣跟她的学生的对话 我们来看一看 可以不可以 在耶稣的身上 我们看到后线在宣道的榜样 爱 第一个 让后现代的人感动的 其实是爱 不是真理 真理的强制性很高 所以后现代的人 对真理是抱着抵抗的态度 因为我一讲 我讲的是真理 你只有一个方法 就是听我的话 今天我讲的是绝对的 可是如果我让你感受到的不是真理 是爱 那整个法定会不一样 耶稣基督到世上来 根据圣经的说法是 道成肉身 住在我们当中 匆匆满满的有什么 有恩典 有真理 耶稣不是只有真理 他是有恩典 请问在座的各位弟兄姊妹 如果你不是家里基督徒 你是自己决定信耶稣 让你成为基督徒 是因为你认识的基督徒 为你所表现出来的恩典 还是跟你所讲出来的真理 让你决定考虑得成为基督徒 至少在我个人的经验 是因为男律师给我表现的恩典 让我羡慕当基督徒 能力是从来没有用真理来说服我 他用那种我没有办法拒绝的 那种慈爱的恩典 让我羡慕当基督徒 所以我个人觉得在后现在宣道 第一点就是你要有爱做动机 耶稣基督一开始圣经就讲了一句话 说他必须 我们来念这个 约翰如云第4章3到4节来 他就离了犹太 又往加利利去 必须经过撒玛利 这一句话是不合理的 他离开犹太是因为 因为他胜利做得太好 引起人家嫉妒 你知道 让他淫进这个行业的事损 是施洗约翰 施洗约翰以前 耶稣是默默无名 是一个木匠 他是去给耶稣把他施洗以后 结果呢 他就有一只鸽子就会下来 然后约翰来讲了几句话 他就哇 大家就把注意力从约翰的身上 转到耶稣的身上 那耶稣就到旁边开个婚店 只有他的生意力也好 到一个程度 有犹太人很注意约翰的 不然就开始注意耶稣 让耶稣不得不要暂时避佛 这是那个背景 觉得他的时候还没到 如果那时候被犹太人抓去定死的话 他的门主都还没训练 那基督教就完蛋了 所以耶稣是为了避大风 所以他听到犹太人今天注意他的事情 从耶稣上拍代表来 看他在做什么 但是就离了犹太 然后要逃 要逃到加利利 加利利跟犹太中间有一个撒玛利亚 知道吗 撒玛利亚是什么 是杂种的 混血 好听一点叫混血 不好听叫杂种 因为 因为以色列在亡国的时候 他们亡国的对象不一样 那 叙利亚 是叙利亚吗 叙利亚 叙利亚 叙利亚把美国亡的时候 他采取一个很残酷的方法 就是把以色列人搬到外地 把外婆人搬过来 然后不能搬的 活不下去 就跟外婆人结婚 所以他们就混血了 你知道吗 那犹太人这一点很坚强 他怎么样被打死 他就是不跟外婆人结婚 就是那个以色拉 表现出来 所以南国被灭亡的时候 他们整个被抓去巴比尔 他们还是坚持 犹太人就有了 那血统 他的信仰 他的什么都保持得很好 那北国就比较 就是混了以后 所以后来 犹太人就看不起撒玛利亚 那个混血 那个杂种的女孩 什么都不行 所以他们 双方就变成世仇 其实是 就是同一组的 就是南狗北国 那这样子 到一个程度 犹太人到北边做生意的时候 他不走过他们的路 他就是绕道 他就是从犹太过约旦的 走河东的那条路 然后到了加利利再回过来 走河走河就不需要走那条路 就好像一个牧师如果在中山北路要过的话 他不会走七条通 你知道吗 那七条通有绿灯户 牧师走过那边 会给人家指指点点 你不需要走到那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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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牧师就算走那条路比较近 他还是会绕到 避免不必要的 誤会或是冲突 这个很聪明 所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 他们是 只有巴拉伯公来 你知道吗 我们小时候在读圣经 背语活给尊 所以在比赛的时候说 犹太人和撒玛利亚 无奉来 他们有巴拉伯公来 其实就是没有来往 他也都无奉来 不会讲就变无奉来 我还记得很深 他在比赛 他不信抽到那一集 又不会念 他就被人家笑 所以耶稣没有理由 必须经过撒玛利亚 绝对没有 当时的犹太人 没有人这样走的 他为什么说这样 这个就是 蓝色的是Sanari 被他们歧视 红色的是犹太 那这是北方的国 加利利 有些犹太人在加利利做生意 要到加利利买鱼的时候 他不走这条路 他走这条路 上班 不要碰到一些麻麻 这个是很简单 这样我看一下 这是犹太 叶福沙凌是他们的首都 那有一些人是在加利利这边 那这里是扎帽的 这是混血人住的地方 他们的简进跟我们不一样 他们的神血跟我们不一样 他们的血统也跟我们不一样 所以最好不要跟他有什么互相 所以你看 迦白隆是在这里 耶路撒冷在这里 耶稣在这边 开洗礼办 因为成绩太好 我跟你说 你在中国传统义不会有问题 只要你不要太多 温州现在 共产党开始在下手 因为温州的教会成长得太好 网人工之后也被共产党要什么 那根本人忍太多 共产党就放了忍多 忍多容易出问题 不管你讲的对不对怎么样 只要忍多就忍 所以我曾经去 通过教书 有一个牧师就跟我说 跟他关系人就跟他说 你只要忍太多就没有问题 他说多少叫多 他说不要超过200 他说怎么办 他会有一直来 渴慕的人一直要来受洗 那我怎么让他不来呢 他没有办法 他只有把一堂改成两堂 每一堂都两堂 所以什么时候过班人都是两堂 这个聪明的牧师 一个礼拜天有十堂 可是每一次都了解 所以其实 哎呀 就是 我叫人多失重 知道吗 那 这个 耶稣基督 他的那个 转部 后来是设在加班 他本来是在 耶路撒冷 跟个约旦的附近 施洗 那个 约翰开店是跟他加撒冷 那耶稣是离一点点 因为你是这个学生 总不能在老师的对面开店 这个有一点挑战味道太忙了 你知道在美国开牙科 如果你跟人家group practice 一起开业 你这只要分出去的话 规定 五公里 要两公里 你不准开业 那你会把病人拉走 知道吗 这是一个最起码的礼貌 或是不一定是这样子 所以耶稣是否持距离 可是还是 太多人 所以还是一起忙 所以他之后走不完 他就跑掉了 从耶路撒冷 那是避风口 带着学生 所以他一开始这样走 到耶利哥 然后过河 那这是越旦族 走这一条 这叫王大道 那这是海边大道 那这一条是比较冷少 这是山 这一条是过虚假 过撒玛利亚 就直接过去 这一条是最快 地理距离最短 但是麻烦最多 那一般人他们是 因为这里有一个河谷 这是约旦的河谷 所以路还好走 所以他们宁可走这样 所以你看 这个是犹太人的走法 就是这样 过河 到这边 到了加利利 然后再过河 就避开 完全避开 撒玛利亚 因为他们瞧不起他们 他们不要被污染 不要跟他有瓜葛 可是耶稣走的是这一条路 而且圣经说 必须 我认为这个必须 绝对不是文化的必须 也不是任何的必须 因为这个不是当时的犹太人 会走的路 我把它称作 爱的随便 所以圣经只是说 耶稣离开犹太 要到加利利去 然后必须经过撒玛利亚 你有没有把它 从这两个字读到 里面那是爱的 爱的一样 因为没有任何的理由 他要从哪一条路 他只有一个理由 就是必须 很多时候母亲 会的爱孩子 会做很多一般的人 回去做的事情 你们同意吗 我会的爱孩子 生根班内不睡觉起来 喂奶 饭料片 妈妈说我必须这样做 哪里有必须 大家都喜欢这样做 大家都在那睡觉 但是我爱我的孩子 我的必须是主观的必须 是 因为爱 我就可以做别人 忍不住 别人不想做的事情 两塞两塞 你不要再贵我 哪里有必须 不是 我爱我的孩子 我要他干干净净 我要他很好好的长大 所以我愿意做 别人不做的事情 我认为 耶稣这里的必须 就跟妈妈爱小一样 祂为了要把福音 传给这一个可怜的 妇人 必须这样做 我没有这样做 这个妇人就是 一生就埋在那 可怜悲惨的 婚生我的不幸 跟同胞的歧视 跟批判 所以我把它认为 自由 来到 爱的催泌 所以这个必须是主观的 不是客观的 没有任何客观的必须 他为了序家 这一个女人 他走了这条路 所以 克林多后书5章14解说 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 请问各位弟兄姊妹 你去传乌云的时候 是被这个爱激励还是不是 其实 你想传人 他内心自有你把持 有很多人传乌云是为了业绩 对不对 是为了 输郎输定 既然被选上长老 至少也带一两个信主 乱看的面子 你的动机里面 有时候为了爱这个方法 有的话 他会感动 我是这样称为基督徒的 我相信很多基督徒 是这样称为基督徒的 这个女人 就问她说 你是一个犹太男人 我是一个圣马天人 你为什么跟我讲话 所以可见这个女人 其实还满有这个种族的 这个观念 这个界限很清楚 耶稣这个必须 不是只有突破地理的限制 他还突破种族的性别的 这个界限 这爱的必须 有时候会变成一个丑闻 耶稣的学生去买便当回来 心里面都滴滴咕咕咕 因为看见孔子跟男子在讲话 你知道吗 你知道孔子就叫男子 男子是一个很漂亮的女生 那孔子是很有修养的道学家 然后孔子跟那个人讲话 被学生发现 学生就不敢 那孔子就发说 如果我有什么不对的话 老天打我 老天打我 孔子知道这样发誓 有一个牧师叫年金龙 听过她的名字 你够得起什么 甘金龙 她是原住民的牧师 她的老婆是日本人 什么丸子 这两个人就是一天到晚 在六条通法来跑去 住民很可怜 因为中华民国有一个法律 就是你们的土地是国有 你们是侵占国有土地 那我们平地的人 我们这个土地是私有 我们可以买卖 根本没有办法 所以他们通道经济困难 根本不能卖土地 土地是国有 那为什么是国有 对国家法律规定 可是你们国家还没 我们都住在这边 不只台湾这样 全世界都一样 奥地利 美国都一样 原住民的土地都是国有 在保护区 不可以打类 所以原住民就不死 打类都被抓来 你换了之后 他们穷的时候 他们只有一个话 就是卖女儿 难道他们那么残忍吗 不是残忍 他们活不下去 他们家里只有女儿 可以卖其他都没有 那我不行 直到现在原住民 还一直去政府抗议官 我懂得记得吗 这是一个法律的问题 也是一个政治的议题 那田金龙他是原住民 他恨自己的姊妹 自己的族群 很多十几岁 就被父母卖到 这是哪里 打掉空 年生北路 中山北路 那是酒驾忌 干什么 那叫比押 知道吗 他把钱几万块 就把女儿押在那边 当酒家女 几年 就是这样 他觉得这些女孩子可怜 他为了救这些人 他跟他老婆在那里走回去 你不能抢啊 只劝啊 就刚才那个 到酒家里去 然后酒家里开始上班的时候 就跟他们讲话 要鼓励他们说 你要不要努力 做一些别的工作 可是别的工作 爸爸欠女孩子 我金女后的钱 水来换 很大的困难 我讲到这里 很甘心的感受 因为我自己的同学的太太 就是做这个工作 她是去 抢这些女孩子 从金女后抢出来 偷出来 结果黑刀就要追杀她 因为 所以 替抑护来讲 你把我的 咬钱树弄走 不是所以知道 因为那些被偷出来的女孩子 全身是病 心里也是扭曲的 他们偷出来 不想怎么办 后果他们只是来干 把她拆开去 我们是好 我到黑妮来帮忙 看看不能 关注性女孩子 把她的心里帮忙一点 所以我还有一段时间 去帮忙她 他们在开点 住不到房屋 而且住到房屋 还不敢随便 那些黑道随时在追山 我还记得他们交代 我们不能直接进去 我到那附近 下了公车 我必须要 像约翼课程 走路边走气圈 右边走气圈 然后看到后面 没有人 就嘶 快跑进去 有点像那个震荡片 蛮有意思 就是这样子 就是为了帮那些女孩子 那这个眼睛 他们就这样 救了不少女孩子 那女孩子 后来就有一些 就决定重量 那些钱 必须要解决 这些钱 必须要解决 就成为一个教会 叫阻碍 教会 就在那个地方 各位弟兄姊妹 如果 你看到一个传道 在红灯区走来走去 你会说感谢主 还是说挑戏我 就牺牲一下 这有意思吗 爱 爱到一个程度 变成丑闻 耶稣被一个妓女 用头发磨脚就被批评 有没有 你是一个 孤子还不会节省之爱 那个女人很脏 你还让她摸你的脚 好像还在按锁 你在搞什么 所以你不要以为 爱得吹逼 人家就感动 真的爱得吹逼 一米就会跨过很多 大家认为 不可以跨过的界限 你就会收到一米 我听过一个 日本的牧师 他就是到经理部 去传闻 可是他怎么进去 他要买票 你不买票 你不能进去 一节多少钱 买票 他在 进去 一进去 有个经理马上班 下面都没有上班 可是我选择掀起来 都赶快上来 牧师说 等一下 我去买你三十分钟 然后在那边抢贴宿 选择往下 你看到一个牧师买了票 进到经理部里面去 你宽起来 觉得他是传如荫 还是做什么 你会相信他是传如荫吗 可是那女孩是不会来教会的 礼拜天生意最好 他要信念出损缺 所以我只是要让你们知道 我经过有一些传道人 可是这种传道人 是被批评 是争议人物 你知道吗 在我们一般的 所谓中产阶级 基督主的观念中 牧师不可以做这样的事情 所以就是 这个是爱的吹逼 可能会引起批评 不一定会引起战胎 所以我们把它称作 Love Driven Necessity 爱吹逼的必要性 原来 基督的爱激励 这个激励的意思就是 低 你被那个爱逼到一个程度 你不得不去做 虽然明明你知道 做了会被批判 做了可能会被误会 你还是愿意冒险去做这个事情 那个叫做爱的吹逼 我觉得在后现代 如果有这样的吹逼 人家还是会感动 再来 你不只是动机是爱的吹逼 你愿意去体谅 我是同理对方目前的困境 这个女人 中午十二点来打水 她又渴 又需要水 又要冒中午打太阳来打水 她有她生活的困境 耶稣基督也就在中午的时候 太阳最大的时候 到井旁 而且还没有打井的 打水的器具 她比那个女人还惨 女人至少还带着她的瓶子 带着她的桶子 要打水 她连这个都没有 因为她是出外人 她是旅客 可是她体谅 这个女人在那个主境下面的困难 天理学把这个称作Empathy 叫同理心 同理心不是同情心 同理跟同情的不同在于 你是站在岸上丢绳子 救那个吊在水里的人 还是你是跳到水里去救那个人 这个不同在这里 同情心是你站在岸上 你一点危险也没有 你是丢一个救生圈 把屁条绳子 把水里的人捞上来 你同情她 因为你是站在很稳定的河岸上 你绝对没有问题 你只是想拉她一把 爱她救她 同情心是 跳到水里 你跟她一样被那个大浪打 可能你自己也会死掉 在那里想办法救她 那个叫同理心 就是 见到她的处境 体会她的痛苦 耶稣基督在这个时候选择 这个中午的时候 这个女人最苦的时候 她也忍受太阳的 忍受口渴 来到这个女人的身边 这个 就是所谓的 认同体恤 圣经说 耶稣基督道成肉身 接下来说什么 住在我们中间 这句话是很重要 住在我们中间 跟我们完全一样 我跟师母现在住在东石的 跨鵝爱郎的中间 我能够了解 东石跨鵝爱郎 他们师母的处境 就跟你们在彰化的了解 就不一样 你们可以看电视新闻 你们可以读书 可以怎么知道 但是你没有办法去体会 真的住在那边的人 他们的师母 早上三点起来 跨鵝爱 那种情形 台湾爱 这个阿伯都没去 那种痛苦 那种痛苦 那个礼物在那里面 你没有办法去体会 耶稣基督不是在 耶路撒冷 打电话 跟那个人传而已 他是进到 他们当中 所以道成肉身 是后身在宣道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方法 Incarnation 你住在他们当中 你可以住到火星纹的当中吗 你可以跟现在的孩子 在9 在什么里面 你听懂他们的话吗 如果你跟他们都不通了 你怎么让他们觉得 你爱他们呢 耶稣说 父你怎么猜我 我照样猜他们 我不叫你 你叫他们离开这个世界 我要他们脱离那个恶 这个是困难的地方 所以基督教在后 现在绝对不是修道院士的 至以为圣的一种表现 而是跟他们混 混到一个程度 他们当中 也是他们当中的一个 但是你没有犯罪 这是高难度的 我 我在 芝加哥 碰到一个 长老 那个长老是 她是我的亲戚 我的长辈 她是60年代 早期 台湾人 成功的出国留学 在美国开业 很有爱心的一个医师 是我们台湾长老会的一个信徒 那我决定要去芝加哥念书的时候 他从亲戚当中听到 我也算他们亲戚的一个 所以他们很好奇 因为我也是医生的背景 后来就念神学 他很好奇想要聊天 这是一个什么怪胎 什么医生不做 要做故事 所以他就 打电话 我们有一个长辈 他就写Call 我认了亲戚到芝加哥 他就会把芝加哥亲戚 他就会这样猛 然后就跟这个来往的 亲戚大家可以见面聊 他就是一个 很爱心的一个长辈 叫CallCallCall 然后那个医师面 他要开业 所以他要跟那个长辈说 他那个人去 他开业的地方 跟我们吃饭的地方 开车要两个小时 如果塞车还要更久 他就说我吃饭不饭 赶不行 但是我会尽量赶 我想跟这个人见面 他会有好奇心 可是我不知道 因为他没有跟我联络 他只是跟那个长辈 那个长辈想说 吃过饭 大家聊天 他来长辈见面 我不知道 我活动 我都不知道 然后他看完病 就一直开车干 还要见我一面 结果我哪里知道 台湖教会 因为另外一个教会 有一些状况 同工跟牧师 有一点问题 台湖教会要我去的时候 同时去处理 帮忙 那我就想说 星期我不知道他还没来 星期就要跟他吃饭 大家要见面 一下子 我想说 那要接我的车子来 我就赶快到他的车 就是要去处理 那个问题 我一走他来 他很生气 他说 他人是什么人 我开两个车子 你再去一面 一走就一走 一走就一走 他还不知道 所以他对我的第一印象 是很恶劣 是很骄傲 然后怎么样 我根本不知道 无理无睹 可是 他虽然很气我 但还是对我们好奇 那后来我就开始 那个背景就是 那个 台湖教会 在这家都有一个教会 就是那个 叫Neverin 就是那个 朗讯公司 那个Lucent 那个 都卖那个大交换机 的那个公司的地方 他们 贵我不错 我们自己买你拜他 是还不错 他们就觉得 新的台湾人做生命 不是去Neverin 是去香港 那个是生命在那边 那边没有教会 所以他们就派了三个时候 我们分社交 就派了几家人去那边 开始这个教会 这个教会就 开始做了一点点 可是后来因为 人来来去去 就生命了嘛 不像那个 路线就比较固定 所以做不一下去 后来有个礼拜 就关掉了 那我这人家家 不懂 那个 去自家就要念念博士 就想说 只有念书太多了 我应该做些事情 那个总会就说 那天已经关掉三人了 你去看可能不能是拜父父 那我就讨啊 试试看啊 因为我去美国 一开始就是三百个人的教会 我一开始就接大教会 我也很兴趣 去学说 什么东西 那试试看 那有没有办法 从领开始 那我就去旁观那些 已经四三的会 他们去关掉了 那后来呢 就有一些人回来 那我就说 差不多有十几个人 我就说 那我们来开始 自己的礼拜 那我们的机器很开来 他听我讲道 你跟我讲道吗 就是跟牧师不一样 你不觉得吗 因为在金城堂祝国会的人 讲道都怪怪的 我住了四年 我们叫住院医师吗 所以 这个人看他玩啊 这个讲道不一样 所以他就继续来听听听 到那天我们要开始的时候 我们就邀请他们说 好我原理在这里开始 我讲 重新开始 原理的人站出来 结果几个站起来 十二个 他们说还好耶稣也是十二个开始 那还不错啦 十二个 我说耶稣也十二个开始 都没关系 但是我不希望你们有犹大 他们十二个的时候 谁是犹大 这个就是金城堂怪怪的地方 然后就开始了 开始以后 他就真的有人 他是站起来的 他们估计也会站起来 我们都没有失请 他老婆以前学过请 可是带头没有请 都不会来 可是为了我们要开始礼拜 他就开始 拼命的练那个请 那这个医生呢 如果有一段时间 他可能说 在牧师你有没有时间 我这个医生当酒的时候 你要多少时间 他说比较长 我不好意思 那时候一个小时几千块 我以前当医生 你要知道我看病的话 要算钱的 我说好了 那就一个晚餐给你了 他说我有个话要跟你讲 我说 你跟你讲什么 他怎么被牧师骗钱的故事 他很有爱心 他有医生有钱 我不好意思是讲有个牧师 做什么 做什么 是不是带头不知道 但是他只要求一点 他说我可以奉献 但是我要求你提供报告 就是你带头拿那么多钱 到底你过来做什么 我跟牧师拿了钱以后 就无消无息 也许他真的有做事情 就没有那种回报 所以他就觉得 不得败 所以从那一天开始 他觉得某些东西感觉 他讲到一句话 我很惭愧 因为我是牧师 我就说他对面 我说对不起 在你前面这个也是牧师 但是我希望我不会配你的钱 就这样 他就 变成无教会主义的基督徒 你懂吗 在日本有一个运动 基督是对的 教会是不好的 特别教会最不好的 就是长老跟牧师 同意不同意 就是这样 因为耶稣专门挑坏人 做长老跟牧师吗 不是不挑好人啊 好人都在吃鸡嘛 对啊 而且最坏的就是当长老嘛 这样他就不能乱做事 对不对 对啊 长老上面就是牧师 牧师是第一坏 因为我很坏 所以上帝说 你看牧师看的怎么样 他就不肯乱做事了 那他就 不计较会 他做什么事情呢 芝加哥夏天热 他就打高人物球 冬天很冷 不论打高人物球 他就打麻将 打高人物球 身体内的壮壮 打麻将不会老年自来 他买了两个 我看是全世界最好的麻将中 所以可能有八个人 好朋友 不是要赌膊 就是打麻将 练好力这样子 然后打高五球 他的老婆打到 在芝加哥哥额额奖 所以 后来他们开始来教会 这个人没有讲到这恩赐 我真的想给我的 这个人头脑很清楚 分析了 所以我就鼓励他说 你要不要在一起讲到 我说可以 那我们的事情 就开始在家会服事 然后他一服事 他为了讲到 他在家里就要 读很多查经的书 要准备 他发现他有个困难 他没有时间打麻将 然后 有一人就来问说 牧师啊 基督人可以不可以打麻将 你说你要怎么回答 可以 可以 所以 我现在是 因为他本人在打麻将 就当长老 所以我们就请他当长老 我是讲到的长老 你要打麻将 还是应该戒掉 继续打麻将 继续打麻将 你好厉害 他不知道这个 他说我没有时间打麻将怎么办 我说你千万不能放弃 要继续打 我没有听过一个故事这样讲的 他说那个是不好的习惯 好不容易这样你这样回改 然后赶快把时间放在给神 我说这个 你已经信了 已经回来以后 你继续打的目的 不是打麻将 你继续打的目的是 叫做福音麻将 看到吗 那你不打麻将 那些朋友 就不会再到你家里 你失去 跟他们继续做福音 的机会 我跟你们说 一个基督徒在家会越热心 外面的朋友越少 懂你吗 没时间 没时间嘛 你怎么会到你没时间啊 拜祈祷会 拜祢团家 拜祢三什么会 那你有什么会儿 一般 信主开始热心五年内 会基督徒的朋友 就不知急就消失了 你的时间怎么被教会 吃掉 所以 你 你怎么传福音麻 你都把他们放弃了啊 不过他们在座 有哪些人目前还有 会基督徒的朋友 都想要我们 花很多时间这样开玩 那就代表你在家会 不在热心嘛 对不对 对啊 教会那么多事 你跟我做 你一天到我跟他学生混混 怎么混嘛 所以这是两难难 我必须讲 不容易 所以呢 你认同他们 一定跟他们混 但是不会犯罪 这是高难度 因为你把他们当朋友 有一天他们碰到困难 踢到铁板的时候 他第一个想到你 那就是你的机会 就跟他说 方便为你祷告 可是你要讲那一句话 必须要前面你花多少时间 跟他做朋友 他说第一个想到你咧 对不对 很多人是一直要跟他传为 可是他不知道不能没有想到你咧 他认为你是传教狂 不是他的朋友 所以有时候 你的爱的 他的爱的激励 爱的催泥 最后会感受到 他会知道 你是真心关心不安 你知道吗 有时候那个直销的 他很关心你啊 可是他的目的不是你 他的目的是直销 知道吗 有时候基督主传统就跟直销的一样 他要业绩啊 所以你是手段 你不是目的 那是问题 如果一个小姐要嫁给我 因为我是医生 我要哭啊 因为我是医生 他嫁给我 所以他嫁给我 只是一个手段 你知道吗 如果有一天我不是医生 他就跑了 你知道吗 他是嫁给医生 不是嫁给我 还好我的老婆不是这样 所以到现在还在 我的宝贝就是我把你当日子 不把你当手段 那个叫爱 很多父母爱孩子 是手段 功课好 你怎么样 我就爱你 孩子不会感觉你爱他 愿意把爱的手段化 这是很遗憾 我们在安堅基心动道 没有条件 没有什么 就是爱你 你好当然很好 你不好我还是爱你 这个叫爱的催逼 然后认同体恤 然后认同体恤 就是你跟他混 你会体谅他的痛苦 耶稣是走路困惑 约有古增 坐在近他 这个处境 就是这个女人的处境 所以耶稣进到他的苦难的世界 去体谅他的痛苦 如果在末世代 你用爱的催逼 你约翼体谅他的痛苦 你跟他已经建立一个苦难的头脑 就是 你被诊断过癌症 你去看那个癌症病人 他会觉得你知道 那个是什么感觉 就是这个意思 你进到那个世界里面 所以圣经说 我们的达祭师 并非不能脾去我们的软弱 凡事受试探 跟我们只是没有幻觉 这是高难度 凡事一样 这个叫高丑肉身 只是没有幻觉 夺出见证 跟他们混 但是又活着不同 这个叫做 既同 用不同 要点吗 在罪无关的程度 你今天跟他们一样 在罪无关的事情 可以知道 这里是一个界限 所以同流 但是不合乎 你可以同流吗 一同流就合乎了 这个是故事太常没做的 我把它称动 Incarnational Compassion 道枕肉身的 这Compassion 是一个很奇怪的英文 Patient即使是痛苦 你知道 受难记 那个谁啊 Gibson 你的那个Dain 你的这叫Patient Patient 既是热情 又是痛苦 台语想到最好 我叫做Tain Tain 是爱 也是痛 对不对 Pentola 所以我爱你 所以我会进到你的痛苦里面 体谅你的痛 这个叫做Compassion Compassion 就是一起知道吗 我跟你同情 就是同样的感受 同苦 同样的丹丹丹的苦难 这是我因为一起跟你在一起 住在你们中间 活出恩兵跟真理 再来就是界限的问题 你跟人之间 常常有形无形的 挖出很多的Bundering 我们需要有Healthy Bundering 但是我们也会有Unhealthy Bundering 叫做解党 我是民进党 你是国民党 他是什么党我不知道 他是另外一个党 那结党就造成混争 可是没有Bundering 我们很难得活 我们两个人之间 一定要Bundering 怎么在Bundering当中 可以活出一个 不隔绝的 有不同 但是不会隔绝的 所以叫做Deprb 然后Deprb 耶稣说 我拆他们到他们当中 可是要保护他们脱离那恶者 所以是这样的意思 就是 这个不健康的隔离 必须要突破 耶稣基督就突破了地理的隔离 突破了种族的隔离 突破了性别的隔离 这三个隔离到今天还是人世间的三大问题 Geographical Bundering Gender Bundering Exical Bundering 就从这个女人的话看得出来 撒玛利亚的妇女对她说 你这是犹太人就是种族 怎么像一个撒玛利亚的妇女 种族加性别 要水喝 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台湾 所以这里有历史的背景 这里有他们彼此的不通 完全隔离的那个困难 所以耶稣这个人 那一天的一个动作 就突破了好几个隔离 为了什么 为了爱 可以把神的爱带到他的生活 让他可以突破他目前的困境 这样的一个就可以在后现代 来展成福音的火效 保罗讲这一句话他们叫做 基督教大宪章 基督教大宪章 我们一起来练来 并不分犹太人 西里尼人 自主的 为奴的 或乃或你 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 都成为一人 这个和一 就是可以跨越种族的不同 跨越社会地位的不同 跨越性别的不同 甚至性向的不同 所以人类到今天 这三个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 种族歧视 性别歧视 性向歧视 或是社会阶级的歧视 还是一个很大的困难 我今天在章基 跟他们讲那个 Marna Teresa的故事的时候 我就看到一个超越宗教 超越种族歧视的一个爱的表现 Marna Teresa 其实他也不是牧师 也不是什么 他只是一个修理 他是一个英文老师 一个平缓的一个女孩子 又瘦又小又难看 如果你看他的照片 他的身高差不多是 Diana的妒脊而已 那个死掉的那个英国王妃啊 Diana有沒有 Diana去看过他嘛 很漂亮 长得很高 很高跳 那那个 他在那里面 他比较多了 可是他人可伟大 那我们不得不看到他 就不会看到他的圣财 看到他的仁格很大 他是天神教徒 他看到印度教徒的人 死的时候 穷人的天杖 是那样的可怜 他就到菜市场去 找那些买菜的名人 开始好情 他想要帮这些穷的 印度教徒的人死的时候 让他死得比较有尊严 他不是要救他们 不是要依他们 只是让他死得比较像人 不要那么可怜 结果他在讨厌的时候 看到一个 他就会为教徒 生命 问他说 你是真的教徒的人 在这里看什么 他回答说 我不是为我讨厌 我有工作 自己是猛攻 可是看到那些 印度教那穷人 死的 他们是天杖 家里没有井 弄个台 让他在上面 摆在路上 老鼠就来吃 他要死的人 的那个脚趾筒 他可怜 他就没人 撩住 撩住的 他觉得你要咋咋咋 他只有那个皱眉 就是快要死了 根本 就是最后的一口气就这样 他就 怎么要死 死得这么凄惨 他只是为了他根本死得比较像人 这样子 结果感到辩合教徒 他的生命人说 你想要这样 那你不必讨钱 我有一个账户 最近也没有用 去看看 可用 那第一间 我们叫Hospice 就是安宁死 就是让他认识的 比较 就是一个鬼教徒 捐给他 一个天子教徒的女孩子 看见一个印度教徒的囚门 死得那么凄惨 感动了一个鬼教徒的伤害 这个故事在我的心目中 是很美的一个故事 就是跨越了很多团理 对不对 种族宗教 跨越 这样的跨越 在后现代一定会让人感到 你所强调的不是 我讲的是绝对的 或真理没有 只是说 我看见这里有需要 我不在乎 我们宗教不一样 不在乎 我们信物也不一样 我不在乎我们什么不一样 或是在乎说我能不能帮你 或是在乎这一点 这个就是第三个 突破环理 已经八点三十五 我想该让你们回去休息了吧 那我们改天再说好了 可以吗 好 对不对 快睡觉了 我们做个老爸 做个老爸 做个老爸 亲爱的主意说我感谢你 因为我这里有希望交会 我这里有机会 让我们讨历 一个历寿基督 一个撒环理 一个山马里亚 鼠岗豪基地 这个有这个人的故事 我们学习很多 在学习来 在学习的文章 学习 我们能够好 会有很多功课 做我生意 我对学习来 不够了解 我如果生意 可能 我对自己的信用 我对信用的本质 的了解 可怜 和学习来 怎样不弄差 我们就像我们的地方 我们能够对亚素基督 的无人政党 好的了解 好的学习 虽然在学习来 他们有很多经历 忠实 我们的地方 和学习丛 的无人 来接近 来 让他们 受这个疼的结果 感动 感谢主任 给我们这个时间 都在你的面前 感谢基督 给客习丛基督 来听 好 我可以再留一下时间 如果没有人要 发问或讨论 牧师 谢谢 谢谢宋师 有什么 哪有些问题 对 想问我说 你的车跟着 你的车跟着 我的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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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知道我们要给你一件 OK 来 你好老师 你还能弄乱 已经很难回答 来 这个 我听到现在 我还听不出 那个第四章 跟后现代 有什么关系 那个 不是 好 说是变化 好 这下来 六五十二十一天 好 好 等我讲完吧 我今天比较啰嗦 我在张基也讲的 很多时候 我在 圣经来讲 对 就是说 我是觉得 我也可以就很快讲过去 今天就把这个整个讲过去 各位 我后来讲一讲 我宁可多讲一些例子 那也请你们 比较能够深一点体会 其实 前现代 现代后现代 都重点 不在真理的明辨 重点在爱的感动 这是我自己的经验 我看很多人信主 不是因为被说 是因为被爱想 所以我这里到现在讲的 看起来都是爱 爱有冒险的部分 爱有被 误会 被 云断的部分 不要把爱看得太 露心 太玫瑰 太 太 想到还是很伟大 不是 其实爱是很 很真意的 我只是要讲到这一点 真的去爱那些需要的人 是会引起真意的 今天 你要过很多 那些界限都是社会文化 为了保护大家的存情 守持地下来的 你为了爱你突破那些界限 你是会自找麻烦的 OK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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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家 我昨天有一个人 来画家 以前 来画家的朋友 是有人说 画家的人说 我师父现在没有一个人来找你 我刚开始讲 我还没有时间 我鹽鹏七点飞 走的时间 我前面 那个的人 说 不是 我出来外套等待 打到鹽鹏七点飞 比方 那是一个老實玩具 你說那個是他整個樓到整個 那是有多年紀錄 因為他一直說他沒有錢 他拿到他一直在告訴我 我手裡有一件衣服 我有一件衣服 我有一件衣服 我到處去問到有的 我都給我看出來 沒有人要給我看 我就有人在台縣 我看我當時的人在找你 看你能給我看一件衣服 和一件衣服 這是重度老是麻痺 你說他過去手運 在幫他放餐 現在手指都比較癢癢 所以他打這就是大件衣服 到處去那裡 我告訴他 我當時有些人 我當時有些人 是剛才這個槍做頭前 我最會去 結果剛才兩枚 我有一枚 沒有人就去 你知道那三枚大枚 當天的大枚 不是嗎 那這麼說 我可以跟他過 有一枚大枚 我最會有一個疲倦 我疲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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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度老是麻痺的人 可以有多好的牌 這樣出來 我當時問我 我會幫你揹這個 你後面要有什麼人 要去揹嗎 對 他說他有這麼麻煩的 我有一種消息的 明明說的要清澈 但是 整身有勞就說 像在那裡 我在那裡 我就告訴你 親愛你 你還要我對大廣還要來 問我這個東西 我沒有需要 但是你如果來報在那裡 我會幫你報這個東西 他說 他在那裡報我 給我還是我幫這個東西給他 他在那裡 我就是要來問你東西 因為我就是需要錢 我不是那些人的可憐救助 我需要錢 過去 到這幾個月在台中 我都沒有看出來 什麼錢都沒有看出來 但是我真的 我中國 我需要等5月錢 你知道 我在那裡過的人 我們都給人家 台北都給人家 不管什麼人多可憐 現在我告訴你 還可以賣錢 結果就是 拿著東西給你 但是 面對這個 你知道 我有這個動不掉的 動不掉的衝動 所以我也堅持他 我今天沒有心想要自己 請你到負責住的這個想法 但是 你知道 我以為大家想要去報 是 重度 如果要去判掉 我都要去判 幾生苦 判斷十幾天 我要想這是一個景象 現在到現在的財政 對這個孝蘭的社會 那就是 邊緣人 那就是邊緣人 那就是 邊緣人 外面的人 外面的社會 外面的人都在左到 大家要跟他們搭 不違反不違反 你真的沒辦法 我們再看看這十十年 但是你可以看到他也很看到的 如果是我自己的錢還外套 就在那邊欲一年黃金的大小的衣服 還有一個服務的 整身服這樣暖暖暖 我想生命就是福音 生命就是高福的意義 剛才我去見一個人 我也聽到我聽到一個歌句 歌句就是在說到一個老人 很慈悲的老人 求一群孤兒 他們這些孤兒 所謂孤兒就是單親 有些人去山北北武漢 跟他們照顧過他們 這個很好的人 訓練這個人 叫做他所 叫做扒手 他又訓練這個人 就是要去確定那個人 有錢 有錢要再下手 把這個人 用這個人 弄這個歌句 跟下這個歌句 好 我們現在再來想到 這個一群 一個思想的老婆 把這個人 弄這個 弄自己的兒子 弄自己的兒子 弄這個歌句 弄自己的一個 這個扒手 這個人 在那裡 在那裡 說 for you 我們 we will do anything for you 就是 這個給他照顧的 這個人 這個人 這個人在唱 為了你 我們幫他做 錢 為了補答你 為了你的天 我們幫他做 這樣看 這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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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修 然後 給他做 這個 這個 扒手 他在跟他說 你手的對象 你就要確定 他是好 的人 OK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這個 在銀行 四周 二世代 有什麼錢 我就回來 做事 說 什麼就這麼簡單 左右 教會 真的那個團 這個 家具 大的 意識形態 從來 這個團 一個 也會 Что 這些 是什麼 東西 bau 就是 有一些 最多還 這些 cono 一個 differenti 像死命和死命的队遇 那些已经无法罪了 那这就是我们在身体的罪罪 有纪念本身身体的罪罪 有纪念和有纪念的刮罪 生命理念和生命理念 马上在刮罪罪 但是临方式的信息 都在给我们看 那个罪罪 在罪罪的流程里面 他一直把这个罪罪 把这个阶线在刮罪 因为到现代未来到够是要 在够生得胜 有信主的人和不信主的人 够来到够罪罪的 随着到够罪 在够罪罪 或是 后现代的信用和婚姻 是不过真正压缩把这个阶线贱罪 因为上帝跟上帝的爱 一直存在苦难的人间 我想这个罪罪的一波一波 我应该自己存在 不知道有什么问题吗 牧师讲的 我们的道义就是 博爱爱人如己 但你 当你太爱人如己了 人家利用你这一点 然后让你 就是 不能去求你 不能去做什么 那你只觉得你还要按一下去死 我想信用是不断在 帮人我们在掙扎 又回到掙扎的眼点 信用也让我们很清楚 说你怎么从很清楚的时候 你已经失去了掙扎 失去了掙扎 很难有真理跟珍爱 不知道 我说你好 你说了 你说了 在违章话 因为这是我的故乡 想到回到这里 我努力过来 过房子 最后的过程 anyway 第一个我想到 比较弱势的地方 我会离开大渡市 想象的地方 这是第一点 那现实的理由就是 我这一生赚的钱 根本没有办法在台北买任何一栋 我只能买一个厕所 我跟老老老 每天都站在那边 大概是这样 没有能力 这是一个 第二个是 我也不想 就算我有足够的金钱 我也不想 在那么繁华的 都市的中心 我自己在以前 在彰化市属于 叫做幻霞 你会这样 幻霞 幻霞 那些人都在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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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吗 幻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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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现在的彰化基督教医院的 那一个地方 我是那边长大 然后 我的信仰是说 彰化基督教医院的 第四代的意思就是 Depidance Mono 4 会影响很大 那我知道 他一心就是希望 把彰化基督教医院 造成一个基督教医院 所以我自己想 如果有机会 我可以回到彰化 靠近彰化 或许 我可以带几个 灰基督徒的人 医生 变成基督徒 那这样的话 也算是对 所以兰医师一点 不愧霍 所以这是我原来的 期待跟想往 但是 我找来找去 找到一个地方 后来 要买地 我预计我将来 膝盖会不行 所以我会做卢尼 所以 希望这个房子 我这个卢尼 还可以住 所以 当然没有那种房子 只要自己盖 叫做 Handicap Accessible House 就是 残障可以使用的 房子 其实我们现在 每一个人如果有机会 要盖房子 要盖这种房子 这样的话 就不会你但出了问题 你的家里 你也进不去 然后开关也弄不着 然后就 变成生活困难 你要住两个人 就是看你住的地方 这个 怎么安排 我有这个 就是我有一些想法 我想自己 那我们要快一点 开关要低一点 然后怎么样 我有些想法 慢慢要 他就扶手 等等 那 再来就是 我一定不要住 透体厨 因为透体厨 还被老腿挖一点气 你都做了那种花楼梯 有这些想法 那我也不看到地 可是 anyway 常发暖座 就是那一块地 被别人走 我为了怕泡沫 的话 结果就没有完成 然后隔年 湘湖的总干事 因为 我是从湘湖混到 台湾目前向下 比较偏远 比较需要的地方 我是从湘湖得到的资料 可是湘湖都没有告诉我 他需要什么 都没有讲话 算起来是我的亲戚 一个眼睛 然后 一年 我那个立买不成的时候 湘湖的总干事 才告诉我说 你真的要到向下 我就试了 他说 你怎么不来东西 那时候干嘛去 你在那边做得好好 那个人 从大学毕业就 念华城 就到湘湖 26年 全家都住在那边 总理 开始 大概三四十个会合 我说干嘛 他说 我想出国进修 等了十年 没有人 你愿意到我这个地方来 接我工作 所以如果你真的想来 乡下 你愿意来这里吗 我听这一句话 我就说好 我来 我不去哪里 你赶快 念英文 赶快出去进修 因为 愿意那么长的时间 在乡下 胡适的一个传道 你如果有机会 再到国外去进修 我想念对台湾是一个 将来在宣道学 是一个很大的贡献 那我愿意参与在这边的事 就是这样的解答 我相信 那因为我自己又接创新工作 我在创新教书 我才有接到英文 那 一个牧师这样跑 是不会做个好的时候 所以 我跟中指教会的同工说 我做你们的牧师 但是我不要拿你们的泄影 当志工 那一个三四个人的教会 那是不可能 请两个牧师 经济上是不许可 那你们请一个 年轻的船到来 他就做了我们的船到来 我在旁边帮忙 所以目前 我有一个全职的船到 跟我们一起在同时同事 我在柯牙里的这边 然后明天我聚集他一点 就是我可以到 普通的教会去服事 但是 同时我还是维持 一个月 讲两句的大 让那个船到 骨灰压压的大 那这个会多长的时间 看神怎么带来 目前是这样的安排 谢谢 好不好 就这样子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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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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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31日 8月30日 8月20日